一样犯的错 为什么他没有被处罚呢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张 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 《立得志夏》第十九章 上一章 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的雅哈网 找南国人 优大的约沙法王 一同出阵雅然军队 雅哈王却自己变装躲藏 让身穿王袍的约沙法 成为敌军的头号目标 幸好在上帝的帮助下 约沙法死里逃生 现在他已经平平安安地 回到耶路撒冷 但首先出而迎接的先知耶护 似乎有话要对约沙法说 一起来读《立得志夏》第十九章 历代志夏 第十九章 犹大王约沙法 平平安安地回耶路撒冷 到宫里去了 先见哈纳尼的儿子耶护 出来迎接约沙法王 对他说 你岂当帮助恶人 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 因此耶和华的愤怒 领导你 然而你还有善行 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 立定心意寻求神 约沙法住在耶路撒冷 以后又出寻民间 从别世巴直到以法连山地 引导民归向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又在犹大国中遍地的坚固城里 设立审判官 对他们说 你们办事应当谨慎 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 乃是为耶和华 判断的时候 他必与你们同在 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 谨慎办事 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 没有不义 不偏待人 也不受贿赂 约沙法从地为人和祭司 并以色列族长中派定人 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判断 听民间的征诵 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约沙法嘱咐他们说 你们当敬畏耶和华 忠心诚实办事 住在各城里 你们的弟兄 若有征诵的事 来到你们这里 或未流血 或犯律法 诫命 律例 典章 你们要警戒他们 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 以致他的愤怒 临到你们 和你们的弟兄 这样行 你们就没有罪了 凡属耶和华的事 有大祭司 亚玛利亚管理你们 凡属王的事 有犹大支派的组长 以使玛利的儿子 西巴蒂亚管理你们 在你们面前 有立位人做官长 你们应当壮胆办事 愿耶和华与善人同在 读完经文 也许有些朋友会疑惑 为什么约沙法 作错决定 与雅浩王结盟 但神却没有 直接处罚约沙法呢 相信是因为 约沙法 并没有完全 偏离神的道路 他依然爱神 引导百姓归向神 所以神也怜悯了 约沙法 亲爱的朋友 从约沙法的生命中 我们看见 神的慈爱与公义 但这并不是说 我们可以靠好行为 来赚取神的恩典哦 因为我们的恩典 都是白白得来的 相信圣经是在告诉我们 神纪念每一件 为神付出的大小事 也怨纳每一颗爱神的心 而你的心 相信神也都看见了 我们起来祷告 亲爱的觉苏 即使我偶尔会犯错 但求你怨纳 我爱你的心 使我依然能享受 你的慈爱与怜悯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我们 即使我们不完美 但神永远都会用爱 来接纳包容你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